男子从外星球拿回一个巨蛋 他好奇的想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巨蛋突然开始抖动 吓得男子连滚带爬的跑出去 差点把老命都想没了 立即跑到房间里躲起来 然后在电脑上看巨蛋发生的一切 这时还传来奇怪的声音 接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破窍而出 长相极为古怪 看向人类又飞似人类 缓慢的爬出房间去 接着来到客厅里 现在发出的声音更为恐怖 叫了几声后再往过道爬去 在爬的同时还不断发出恐怖的声音 或许是外星来的物种 整个身体只能扭曲爬行 看着很是瘆人 当他爬上楼梯去后 来到另一个男人的房间里 接下来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怪物爬上他的床后钻进他的被子里 但此时的男人还在沉睡中 根本没发觉怪物的到来 而刚才的男人发现情况有危险 立马走出房间下楼去 来到刚才的蛋壳这里 只见蛋壳上到处都是血液 用手沾一点后还闻到奇怪的味道 而床上的男子也从梦中醒来 妈妈 妈妈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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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怪物跑出去后消失在视线里 此时的两人还没回过神来 只看到像是人的模样 但具体的还是没看清楚 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也无法再继续研究